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科幻灾难片 它以怪兽为主题 有独皮吸尽 以个人拍课的手法 让我们感受到了无比的真实 它从众多同类科幻片中 脱引而出 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收获了成功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大家好,我是问剑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解读的科幻大片是 《克罗福导案》 我们首先快速了解一下剧情改概 故事的男主角即将出国工作 他的弟弟和好友们为他举办了一场聚会 为他践行 男主角的弟弟委托男配角 拿低微拍摄宾客的祝福语 好让哥哥留个纪念 在聚会中 男配角偷拍了暗恋的女孩 并希望利用摄像机找到机会与女孩说话 之后他还偷拍 并发现了男女主角之间的地下恋情 女主角在和男主角争吵之后 提前离开了聚会 一场地震突然起来 接着是不断地爆炸 所有人恐慌地来到街道上 这时自有女神头像被炸飞 一只巨型怪兽穿行在高楼大厦间 所到之处一片惨状 男主角带着一帮朋友准备逃离 他们来到一座大桥上 三大桥被怪兽打断 男主角的弟弟身亡 之后男主角收到女主角的电话留言 得知女主角在自己的公寓被到她的墙体压住 受伤不能动弹 男主角一行人决定冒死逆行去拯救女主角 街道上到处都是与巨型怪兽大战的军人 男主角一行人被迫进入地铁通道 却不幸遭遇了大批小怪兽的袭击 男配角暗恋了女孩被怪兽咬伤 最后暴血而亡 历经艰险 男主角一行人终于救出了女主角 随后他们来到军队救援地点 男女主角和男配角搭上直升机正要离开时 被军队击中的怪兽突然跳起来袭击了直升机 瞬间直升机就坠毁在公园 他们侥幸逃过一劲 突然怪兽出现 男配角为了拍摄到清晰的怪兽画面 男女主角只能躲避在公园桥下 不久后军方对怪兽开始了大空炸 男女主角被压到了条底下 好的基本剧情就讲完了 电影《克罗佛岸案》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科幻灾难片 在这部电影里没有常见的史诗级大场面 即使是电影里的恐怖怪兽有一个吸引人的迷之起源 也被安排在了电影之外 由观众自行去电影的官方网站探索 看完这部电影后 很多人表示镜头晃得让人头晕 还有很多人吐槽 那个拿摄影机拍摄的家伙是不是也太厉害了 不但前前后后拍了那么久也不累 而且最后连命都不要 非要拍到死 现在我们就从这些问题出发 来深度挖掘一下电影里隐藏的秘密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个问题 导演为什么要让这部电影的镜头晃个不停 《克罗佛岸案》采用的这种方式 在电影行业中被称为手持式摄影手法 导演采用这种手法完成全篇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理由一 根据电影开场和结尾部分的展示 《克罗佛岸案》实际上并不是一部真正的电影 而只是美国军方修复好的一张摄影机里的SD卡 这部电影就是这张SD卡里的全部内容 SD卡里的录像是由灾难中死去的某个平民 也就是电影中的男配角用DV拍摄的 理由二 导演正式采用这种有抖动的手持式拍摄手法 才让电影里的这场灾难看起来更真实 作为拍摄者的男配角 就像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草根拍客 他没有经过专业的摄影训练 看到什么就拍什么 所拍摄的画面就是真实发生的现实 所以才让观众更有身临其境 身在灾难现场的感觉 让观众像是在跟拍摄者一起 经历一场真实的灾难 而不是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虚构电影 接着我们来分析第二个问题 作为拍摄者的男配角 为什么能拍那么久还一直拍到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知道 DV视角的拍摄 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画面的真实 而且还直接反映了拍摄者的内心世界 人们总是倾向于拍摄自己内心感兴趣的画面 因此这就涉及到人类的动机 这属于行为科学研究的范畴 下面我们就使用著名的行为科学理论之一 马斯洛需求理论 来深入理解拍摄者冒死坚持拍摄的内心世界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 任何正常人一生从事的各种活动都是有行为动机的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甜美的爱情 我们为什么可以为孩子做出那么多牺牲 我们为什么愿意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为理想而奋斗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 可以分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是在外界的要求或压力下只能被迫这么做 而内部动机也就是自己的内在需求 则会激发人的主动行为 让人主动去做某件事情 马斯洛研究发现 所有人的内在需求都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是生理需求 第二层是安全需求 第三层是爱于归属的需求 第四层是尊重的需求 第五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里 人在追求更高的需求之前 必须满足最基本的需求 也就是说 只有本层需求得到相对满足之后 才会关注更高一层的需求 同一时期 一个人可能会同时有几种需求 但每一时期总有其中一种需求占主导地位 对这个人的行为起决定性作用 可以说一个人的最迫切需求 是激励这个人行为的最主要原因和动力 在电影中聚会开始之前 男主角的弟弟让男配角帮忙来拍聚会视频 好让哥哥带去日本做纪念 男配角支支吾吾很不情愿 后来男主角的弟弟说 男配角暗恋的女孩也会参加聚会时 男配角二话没说立马就答应了 在这里 对于男配角而言 帮别人的忙属于外部动机 是迫于外界的要求和压力 他不愿意干这件累人的苦差事 但是当得知暗恋的女孩也会来参加聚会时 他觉得自己可以利用拍视频找到与女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能帮助她获得爱情 这是内部动机属于第三层爱与归属的需求 因此他立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来主动做这件事情 对爱情的渴望成了男配角愿意接受拍摄任务的最大动力 因此在聚会开始后 当爱恋的女孩一出现 他就立马切换画面 将镜头对准了那个女孩 时不时的偷拍一下她 然后不断找机会接触她 但不幸的是 那个女孩根本就不认识她 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并且之后也一直在尽力回避她 虽然没有马上收获爱情 但是也算是和爱恋对象有了近距离接触 男配角对爱与归属的需求 算是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之后他便开始寻求更高一级的需求 也就是尊重的需求 开始在聚会中猛刷存在感 因此当他发现男主角和女主角之间有什么秘密时 他偷拍了他们的谈话 然后又挖掘出了其中的内幕 最后告诉了聚会里的所有人 就这样 他平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忽然间一下子和所有人都说上了话 为所有人提供了新闻 这让他找到了自信和自尊 马斯洛认为 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 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 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 称为低级需要 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 称为高级需要 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 对人的行动影响是有很大差异的 低级需要是生理需要 很迫切 但也很容易通过较少的物品就得到满足 比如饥饿时 我们只需要吃一点食物就有很大的满足感 而高级需要虽然不是很迫切 但是很难得到满足 比如有爱尊重以及得到认可 人们对这些需要是永固之足的 高级需要能够激发出人的热情 令人具有持久的干警 让人产生深刻的幸福感 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 人类对高级需要的追求和满足 能够形成更伟大更坚强的个性 根据前面的分析 作为拍摄者的男配角 在聚会中因为提供男女主角的新闻 而获得了周围人的关注 她的自信心大幅提升 当突如其来的灾难爆发时 她依然主动担任起了 记录灾难过程的任务 对于一般人而言 灾难临头 我们首先是放弃拍摄 直接逃命 为什么她还要冒手坚持拍摄呢 因为现在对于她来说 生存和安全这些地级需要 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内心 她愿意牺牲地级需要 去获得高级需要的满足 其一 从剧情可以看出 男配角平时是一个 很没有存在感的人 在朋友中没有地位 大家也不愿意听取她的意见 而现在她冒险记录下灾难的发生 兴许以后 所有人都会对她另眼相看 这是尊重的需求 其二 也许这是她人生当中 第一次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 当男主角在大桥上 问她是否还在拍摄时 男配角回答 以后人们会想知道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人们需要看到这个 这会是很重要的 当她冒着生命危险 坚持拍下完整灾难画面的 正是希望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 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正是在这两种高级需要的 共同激发下 男配角爆发出了 惊人的勇气和力量 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程度 并且坚持到最后 甚至她可能都已经忘记了 自己身在危险之中 即使在最后一个即将死亡时 也不忘拍摄怪兽的画面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男配角为了实现内心的高级需要 最后选择放弃了生命 正如马斯洛所言 人类是一种不断冒出新需求的动物 正确利用好人类的需求 将会发掘出个人的最大潜难 克洛福导案 豆瓣评分7.3分 IMDP评分7.0分 烂番茄新鲜度77% 我的推荐指数 四颗星 科幻加篇 值得一看 坚持独立思考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我是问剑 写科幻小说 看科幻电影 喜欢我的科幻影评 就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in love with me I'm hooked on a feeling and I'm high on the lead I'm high on the lead 感谢观看